哈喽大家欢迎来到明明实验室 今天我们拆箱一款便携洗衣机 这是前段时间也是比较火的一款洗衣机 比如说大箱子 这个价钱是299块钱 懒人的福音 怎么就一个桶子 这个大箱子里面就一个桶子 就是花了两个箱子 我现在去把那个洗衣机找出来 这个箱子里面就一个桶子 这个洗衣机 买洗衣机送桶子 感觉还是挺重的 这送了一个节能电视器 就这个 打起来还是挺重的 这个洗衣机 这样看有点像搓衣板 既可以洗衣服 也可以当搓衣板贵的 这个线挺长的 一米多 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洗衣机怎么用 这洗衣机就待会把衣服放进去 然后水到三分之二左右 然后这里一个卡的地方 卡到这个水桶边缘 放下去之后把这个东西扣住 反正扣住 现在就比较紧了 有点重啊 待会把衣服扔进去 我现在去装点水啊 刚才这个开发是开的 我已经关的 我先开一下 这个波轮 这个波轮一直在转 我们把衣服放进去 我们看一下洗得干净没 这衣服有点脏 还有裤子 裤子都比较脏 我们放进去 倒洗衣液进去 好了 我们现在开一下这个洗衣机 看洗得怎么样 这声音不是很大 洗十五分钟 好了 现在已经洗得差不多了 刚才我忘记装这个开关了 这是一个定时开关 可以定时的 可以定时五分钟 还有重开 十分钟五分钟 哇 我们洗出钱来了 看里面还以为钱 怎么有一块钱里面 但感觉洗得不是很干净 这个本来就这么脏的 这个原理应该跟普通的那个洗衣机差不多 普通的洗衣机 应该也是它不能不停的旋转 带动这个衣服旋转 和这个桶子摩擦什么的 摩擦之后就会去屋 然后加上这洗衣机叶子就比较容易去屋 我看见我衣服洗得怎么样 撕得看不出来 这个没洗干净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夏天穿的衣服 就出了一点汗没有很大的污渍 每天这样洗一下应该没问题 如果冬天的衣服或者特别脏的衣服应该洗的不是很干净 这个特别适合学生在外面务工 要经常搬家或者干嘛的人使用 因为这个感觉还是挺便携的 但是去旅游什么的还是不适合 因为还是比较重 不易携带 提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我就拿过一个桶子 我看一般的桶子能不能夹进去 这个是送的桶子 我看一下这个普通的桶子能不能用 没问题 普通的桶子也能用 反正这个更适合 这个工作的生意有点小 也有点像电锯 总的来说这个电鞋洗衣机价钱是299块钱 因为这个可能是新出的产品 还是越贵了一点 所以功率比较低 只有150瓦 虽然洗衣的效果不是很好 总比用脚洗或者用手洗好吧 好了 现在这款电鞋洗衣机测评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多多评论多多点赞 好了 拜拜